1995年,一个从2029年穿越来的机器人 说服科学家炸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个未来试图消灭人类的人工智能,天网 这种科幻设定,现在看来有点老掉牙了 鉴于没啥真评实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学姐都对这种论调不屑一顾 但这两年,风向巨变 2023年,30多门大佬联手签署公开戏 呼吁关注AI带来的种族灭绝风险 这其中就包括这位老哥 Elias Azkiver,OpenAI的技术灵魂任务 他参与了GPT1-4以及Dali模型的一系列开发 就是这样一个顶级的AI科学家 经常语出惊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量子卫 顶级AI科学家Elias到底是一个爱炒作的戏精呢 还是真的看到了普通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Elias在学术圈的风评相当好 她在本科研究生阶段主修数学 博士阶段才主攻深度学习 她的博导就是后来的图灵奖得主Hinton 点开她的谷歌学术主义也可以看到 相当的高产 Alex Knight 序列到序列学习算法 AlphaGo TensorFlow的开发 GPT的研发 全是AI圈子里面里程碑式的论文 总之 这是一个低调务实受人尊敬的大佬 而且人还不到40岁 远远没有到莱纳斯暴灵疯狂推广VC的年纪 所以炒作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 这样一个大佬说 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主观意识 这瓜保熟吗 在AI圈子里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生成式模型 例如GBT 他们主要靠概率来预测下一个Token 从而生成连贯的文本 问题是 大型语言模型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吗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觉得 大模型通过学习数据中的概率分布 从而擅长预测 他们的回答只是根据概率的拼接组合 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大模型等于一只随机鹦鹉 但是伊利亚并不这么认为 2023年3月 伊利亚在与老黄的访谈中 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让我们用一句大白话来概括和说明 让我们用一句大白话来概括和说明 大模型通过文本真正的理解了我们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伊利亚的观点 现在让我们深入到GPT的内部 看看大模型到底是如何通过预测下一个Token这么简单的事 理解世界产生智能的 2018年 GPT的开山之作发表 标志着GPT1的诞生 这也是伊利亚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在这篇论文里 几位大佬联手设计了GPT的模型架构 它大概长这样 他们对Transformer的结构做了简化 隐藏层只用了12个Transformer的解码器 当我输入这样一句话 这段文本会被切割成一些小片段 每个片段就是一个Token GPT要怎么理解这串Token呢 我们学到不认识的字词汇翻字典 GPT其实也有一本模型词汇表 记录了大模型能够识别和处理的所有Token 只不过这个词汇表长得像一个超大号的Excel表 横坐标是Token 纵坐标是维度 维度是期前规划好的 GPT1是768维 每个Token都对应着唯一的数字索引 索引的作用就类似于门牌号 根据索引就能找到每个Token对应的一系列数组 形成一个矩阵 数组中的每一个数字都捕捉了这个Token的部分含义 我们看这一长串数字没啥规律 但是GPT能够从空间上捕捉他们的联系 在一个平面坐标系里面 有一个坐标AB 我们就能够画出一个二维向量 对GPT来说 每一个数组就是一个高维向量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可以使用降维算法 将高维向量投射到低维空间 可以发现 语意相近的Token在空间上也很临近 比如说王者荣耀跟原神挨得很近 苹果和香蕉离得很近 总之GPT把语意的理解转化成一个简单的计算题 空间测距 通过这种有点抽象的方式 GPT理解了单个词的语意 但是如果我们不给GPT提供任何位置信息的话 GPT是没有语序这个概念的 它无法区分IOK和UROK 这就需要给输入的每一个Token的序列进行位置编码了 告诉GPT这个Token位于特定位置 GPT1的论文里称 他们使用了大模型学习的位置编码 OK 我们洗题 第二个向量矩阵 好 现在让我们将两个向量矩阵相加 得到一个中级矩阵 现在的这一大堆数字里 它就既包含了语意信息 又包含了位置信息 这些统称为输入向量 到这儿这几个Token才算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输入层 这个时候GPT仍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Token的含义 这就好比你在做高数卷子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读完题干 但是每一个字都丝滑的穿过大脑 啥也没有留下 解题还得根据上下文反复推敲 这个棘手的活就被丢给了隐藏层的Transformer解码器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注意力模块 前面我们说了 每一个Token的输入向量是一列768维的数组 包含了丰富的语意信息 但在不同的语境里 有的唯独重要 有的不重要 比如说 妈我想买个苹果手机 这个语境里 苹果表示水果的那层语意就没啥用 就可以不用关注了 注意力模块要做的事呢 就是提取和整合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 然后找到最重要最相关的 继而给它们分配最大的注意力权重 那么怎么提取和整合这一大堆数据呢 首先用到的是权重矩阵 它是大模型在深度学习中得到的 每个数字大概代表了不同维度之间的关联和重要性 每个Token的输入向量都会分别跟三个权重矩阵相乘 得到对应的三个新向量 Q、K、V 这样的话 每一个权重矩阵 相当于各自提取了这个Token的一部分关联度高 比较重要的维度 这三个新向量的作用非常好理解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现在你需要在一个巨大的文件柜里面找资料 每个文件夹就代表了一个Token Q向量是你的查找请求 K向量是文件夹的标签 V向量是文件夹里的实际内容 一大堆数据 你拿着Q向量跟文件柜里的所有的Token的文件夹的标签做对比 计算每一个文件夹的匹配度或者相关性 一旦发现了相关性 注意力模块就会根据相关程度来分配注意力 匹配度高的文件呢 关注度高 就多读取一点里面的数据 反之就少读取一点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具备部分上下文信息的新向量了 以上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所谓的单头注意力 多头注意力呢就是重复上述的过程 每头注意力关注Token的不同特征 最后把每个注意力头生成的所有的新向量拼接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包含一定特征和上下文关系的矩阵 经过第一个解码器 GBT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已经达到了小学生水平 GBT1有12个解码器 这个过程会重复12遍 这意味着GBT对这段Token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入 直到最后一个解码器吐出最后一个矩阵 包含着所有Token的综合特征和上下文信息的精华 它大概长这样 还记得最开始的模型词汇表吗 现在我们就用最后的这个几矩阵计算出词汇表里所有的Token对用的概率 这里的具体步骤我们就先省略了 GBT就是根据这个概率值来选择下一个Token 模型就是这么一直迭代 每次只生成一个Token 最后生成了GBT的完整回答 这就是GBT1 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GBT推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矩阵 代表语义的效量矩阵 包含了语序的位置编码矩阵 计算注意力得分时的QKV的权重矩阵 它们映射的都是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实体 概念或者关联关系 不过这些矩阵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是GBT自己学来的 GBT1的出厂设置里本身存在这几个矩阵 只不过最初 矩阵的每一个数字都是随机生成的 并不能精准地捕捉文本的特征 随着自学也就是无监督训练的开始 模型开始从它接触的海量数据里吸纳知识 提取特征 更新矩阵中的数字及权重 那GBT是怎么知道权重到底行不行呢 这里存在一个工具 损失函数 来评估预测的Token与实际Token之间的误差 就这样模型一直迭代 直到找到损失函数的最小值 此时有效捕捉语言结构和统计特性的权重矩阵就出现了 模型训练的这一整个过程 本质上就是大模型把它获取到的 全部的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 全都压缩进权重矩阵里的这些数据典里 今年5月 伊利亚点赞了一篇麻省理工团队新发表的论文 这篇名为柏拉图是表征假设的论文发现 不同神经网络模型 无论它的架构 训练目标或者数据模态如何 都趋向于以相似的方式来表示这些数据点 而且模型规模越大 性能越强 相似度就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研究团队推测 这些神经网络内部共享着一个现实世界的统计模型 这个模型描述和理解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和规律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伊利亚觉得 大模型是因为理解了真实世界 才能准确地预测下一个token 但是大模型变聪明了 这不是好事吗 伊利亚担心的是 这样的大模型可能会失控 GBT人为设计的部分其实很少 前面我们提到的简单的架构和算法 而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模式和规律 都是GBT自己完成的 对于后者 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一个彻底的黑河 伊利亚曾在推特上多次表达 她认为人工神经网络跟生物神经元没什么区别 大脑学习规则的关键是 脉冲时序依赖可塑性 简单理解就是 神经元的突出在接收另一个神经元的信号时 存在一个先后顺序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个时间差 来调节突出连接的强度 而人工神经网络在训练中依靠 反向传播算法来调整权重 人类学到的知识和记忆 储存在突出连接的强度里 GBT学习的过程中 知识储存在人工神经元的权重里 总之 在伊利亚看来 人类的智能并不特殊 我们已经在归机中复现了这种智能 并且大概率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 学习执行多种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 也就是AGI 很快就会出现 随之而来的就是进化的本能 一个快速进化中的复杂智能 但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这就存在很大的失控的风险 正因如此 伊利亚认为 第一批AGI的信念和愿望极其重要 我们必须要教会AGI如何去爱人类 把这个信念编成进AGI的进化本能 否则 进化和自然选择会促使AI系统 将自身的生存置于一切之上 2023年 伊利亚的研究重点转移 成立了超级对齐团队 信心满满地投身于 如何防止超级智能失控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项目因为拿不到算力资源 最后也黄了 伊利亚跟萨姆贡献了抓马的共斗大戏 伊利亚以一己之力发动了政变 把萨姆给开了 关于政变的导火索流传着一些传闻 伊利亚发现OpenAI的秘密项目 一个能毁灭人类的AI模型 后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萨姆被轰出董事会的第四天 OpenAI内部信有员工承认一个名为QSTAR的项目 全网都在猜测 伊利亚到底看到了什么 伊利亚没有回答 但一转头 她开了一家只有一个目标的新公司 构建安全的超级智能 伊利亚不可避免地让我想到了原子弹之父奥文海默 他们面临相似的困境 原子弹施爆前 奥文海默不能排除按下按钮后 点燃大气层 毁灭世界的可能性 最终科学的决胜时刻成为了她道德困局的开端 今天这个按钮也摆在了伊利亚面前 1945年 奥文海默无力阻止清淡的研发 80年后 伊利亚也没能终止AI的研发进程 或许几十年后 时间会证明伊利亚之流是错的 但是 我们必须承认 这种忠实于内心道德选择的勇气 比智慧更稀缺 更让人尊重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所收获的话 欢迎评论点赞转发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